你為什麼? 因為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 你幹嘛? 我們上禮拜就先 你們現在那個禮拜我總統來上課 是不是也是有些做節目? 上禮拜你們觀察什麼? 觀察 生態 生態 生態的那個... 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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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巡... 我講說 更成事啦 然後想看那個... 變成事啦 然後變成事啦 需要什麼 什麼的那個 需要 需要 欸不是 是那個 那個... 鴿子要吃 植物 然後都會排出 混變混變 經過菌的包裝 然後又變成 植物的肥養 然後就變成 OK 好 那個... 下禮拜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觀察說 那個... 關門做的部分 我們還用鋁箔包起來之後 發現說 鋁箔的地方怎麼樣? 電盤比較少 電盤比較少 所以可以怎麼看出來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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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比較淡 其他地方有咖啡色比較深一點 顏色比較淡 你不能真的變成咖啡色 變成咖啡色 全部都變咖啡色 但是沒有差別啦 好 我們的觀察處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這個燈就壞了 對 增加點不一樣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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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課本上有寫 課本上有寫金的部分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還是要看到別人的研究 課本上就是一些不同的人他們所做的研究跟觀察的結果告訴我們 植物的運輸 它是靠裡面的圍管樹 圍管樹的形成 圍管樹的長相 知不知道 圍管樹 圍管樹 圍管樹長得怎麼樣 長得 很醜 長得很醜 圍管樹 然後長得很醜 就是一個部分的 這樣 目前來講我們看不到像這個 課本第4G解72頁的部分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這個 紅色墨水 這樣子滲透的樣子 我們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假設從課本上 他這個做實驗沒有問題的話 一般來講 不然他不會把它切出來 好 你可以看到 植物的圍管樹 像左邊的是什麼 這是香日葵 左邊的 香日葵的這個 圍管樹的酥種 圍管樹分佈在哪裡 分佈在哪裡 它分佈在整個植物的外圍 那是筋的外圍 那假設筋的洞千年的話 它會在外圍一圈 對 香日葵 所以當你剖開的時候呢 剖開 我剖開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看到 這邊紅紅的 這邊紅 中間沒有 對不對 好 那兩邊有紅紅的 腳上的圍管就是在周圍 一側 如果你看左面切開的話 給它一圈 那個 我們來看左邊這個圖 那 右左邊的這部分是玉米晶 為什麼玉米晶 為什麼玉米晶果 沒有新增水 因為 玉米的部分它不是 葉子包 蛤 玉米應該是葉草 蛤 這個是我們主要是草和木本的差別 像那個玉米的部分呢 它是散不在中間 它圍管就像在中間 所以它長大 不是像樹一樣 一層一層長出去 像樹的話 長大 它從樹的外層 這應該是葵是木本 蛤 草本 剛好這是植木本的 這是草本的 草本的植木在長的時候呢 它 是蟲嗎 像日葵也是木本的 對 像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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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它也不是木本的啦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不要說 這種 這種的 長相 是大部分木本 都長得亮的 大部分草本都長得亮 它的尾管就是穿布在中間的 像我們草 我們剛找到任何一個草 你好特 都長這樣 但是 像日葵比較特別是 它雖然是草本 但是它的基因是長得類似 像木本植物的樣子 是在周圍的 那在草本植物它分布在裡面 所以它長大 一起長大 因為它中間是整個細胞的分布 它是一起長大 所以草本植物是一起長大 它不是像植物 但木本的話 它從中間這一圈 它還沒有往 長大 往內往外長 往內往外長 所以 久而久之呢 中間的細胞 就是死掉的細胞 所以你看那個神木啊 巨大的神木 它中間已經被掏空了 已經變得空空的 它一直流活下來 它必不會死掉 它中間是死掉的細胞 好酷喔 它這周圍的細胞 應該是往裡面長 應該是往外面長 所以這個表皮啊 也會 因為你 我譬如長大 死掉了 然後裡面的細胞 往外撐的時候 這表皮就裂開 所以你看有些植物的表皮 會慢慢裂開 會裂開裂開 掉下來 就是它旁邊的皮 被擠出來 被擠出來 掉到地上去了 可是擠在裡面的呢 它不會掉 它就一直困在裡面 死掉的細胞 就一直在裡面 所以植物 整個精埔開 它裡面呢 是 有些是 雖然看起來是白白的 它已經屬於死掉的細胞 那周圍那一圈 是活的細胞 所以當植物啊 很多木粉植物 就像松樹 它在身體裡面 如果整個樹幹 它中間被一些動物 有些東西很奇怪 它會把它啃掉的話 基本上這個植物就快死掉了 因為它是水送上去 水送上去 水你看嘛 在這個山口的圖片 你看看 水是透過周圍送的 對不對 研究到我這一圈 給啃掉了 我這一圈整個被啃掉了之後 這植物上面的墊子 就會得到水分 它得到水分呢 就沒辦法形容光的作用 沒辦法形容光 它就被養分 那熊羽甲是不是把 像日鬼中間那一個 挖掉的話會怎麼樣 哪一個挖掉 像日鬼 就是沒有水經鬼 那邊應該還好 那邊應該還好 所以它就會繼續長 嗯 一般這樣 樹木的部分 它外圍那一圈 比較好的 就沒有問題 那這是植物的部分 那你想植物怎麼樣 把它的水分送那麼高啊 有些樹很高嗎 努力的送嗎 它這個高度可能有十幾公尺啊 那怎麼把水送上去 加油 加油 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說 我這個葉片的水蒸發了 蒸發之後就像吸管一樣 我就把水吸上來 吸管 可是吸管啊 有個限制喔 你有機會你可以試一下 我如果拿很長 拿吸管 我們大概只吸到十公尺 吸不上去 這是大氣壓力的觀念 我吸的過程 當中 我是把這邊變成正空 這一段變正空 所以水被大氣壓力壓上去 所以吸的力量是它沒辦法那麼遠 那還有一個力量是什麼 是來自於根部的壓力 根啊 水分進去根部之後呢 根部會 像吸壓壓壓 它水寄上去 把水寄上去 對 它噴著你要把水寄壓力 這部分就可以比較遠 那還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靠滲透 就是 或者擴散 就是 你這個 水跟水之間 水 那個微管處中間 它的細胞跟細胞之間 水就這樣子 吸在 就像你 有時候 有時候有水 你來開個位置上 水會順著 水會順著 水會上來 那毛細現象 這很快 對很快 而且 毛細現象 也沒有辦法浮到很高 太高那也上不去了 所以 目前來講 說法有這幾種 但是 我覺得根部撕壓是比較有效的 根部撕壓是比較有效的 這針這樣效果很有限 但是你要想 我們如果說 像我們那一把那個筋 拆下來 插在水裡面 它還可以浮一段時間 但靠的不是靠 不是靠根把水壓進去 因為它已經沒有根了 它靠的是針扇 不是針發 它要把這個水滲進去 或是毛細線這樣 它水吸上去 它靠著兩個線這樣 好 OK 好 那 我今天喉嚨有點痛 在這課本裡面 你們在學習一下 會不會看課本 有時候 不要看 不是有時候 不能有時候 要盡可能都要看 課本 我講過了 我上課只講我的重點 你們看課本 大家都看到比較絕美的東西 所以課本一定要看 有些東西我就跳過不強 像上次講那個 削髮線 那種不強 那課本就有 你去課本看看就好了 好 接下來是像那個 水分 水分的出動 在這個 細胞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保衛細胞 氣孔 在第七七頁的時候 七七頁這邊 水分 當你的 水分很 水分很多的時候 這個氣孔會張開 氣孔會張開 氣孔會張開的話 水氣 然後二氧放浪就可以自由進出 當晚上的時候 不乾燥的時候 它這個氣孔就會收縮 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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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盒的話 避免水分的沾澀 然後可以 減少水分的散絲 那 你有看過說 就是碧盒很熱 然後植物沒有澆水 然後慢慢整個水 整個植物就 好像會乾掉 這樣 快死掉了 這是 現在我們的咖啡洞很開心 因為有一大堆水 等一下水很多 那水會不會太多 水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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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太多不行 為什麼 有時候太多水不行 像那個 碧盒盒 碧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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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土啊 土跟土的中間是它有空氣 植物也可以呼吸 可是如果說 植物的太濕水 墊起來的時候 這根它有沒有接觸到空氣也會死掉 但是看這個狀況 有些水深的植物 譬如像水草 它就不會這個問題 水草它本來就是 可以接受說裡面都是水 沒有什麼空氣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每種生物的狀況不一樣 它對環境的適應性不一樣 像我們講過了 生命的特徵 有一個狀況特徵 就是它適應環境 它突變突變去適應環境 所以像水草它就適應環境了 它就適應說 我水很夠的時候 我的根不會爛掉 那可不可以把水草拿去種在土地上 有一種水草它入生也可以 水生也可以 那我們可以把水生的種在土上嗎 水生的植物種在土上 大部分水生種在土上 土裡面都沒有太多問題 但是水要夠 所以你要浇水 要長浇水 像水稻 我們吃的水稻 水稻它也是一種水生植物 在很久很久以前它是水生植物 它是慢慢被人巡化 巡化成到我們土地上 就是不需要一直在水裡面 它本來是水生植物 它長在水裡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動物的運輸系統 昆蟲是什麼 昆蟲是不是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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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嘴手 壓嘴手 壓嘴手動物 好 你可以看到嗎 有些動物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動物很複雜 給我舉個例好了 蟲蟲 蟲蟲 蟲蟲蟲蟲蟲蟲蟲怎麼寫 不是真的呀 是 是那樣子 是那樣子 ajud 蟲蟲 蟲蟲 椅子 塑 我現在是人太累了 不舒服再很舒服 臂股 秋風陰雨 好 還有什麼 我們剛剛講到什麼 譬如說我講過魚 過魚 為什麼有一些過魚會有咳啊 過魚有包我 有什麼 有包嗎 沒有刀 可是為什麼有一些過魚會有咳 也有一些有咳 他眼眶沒有眼眶 看鳥 他什麼 大猛 馬路 蜈蚣 蜈蚣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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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闊魚 闊魚怎麼樣 猴子 最高可能 猴子 猴子最高可能 因為牠爬最高啊 蛤?牠爬最高? 對啊 可是上面又沒寫到人 再來的是狗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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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才對 貓最可愛 天竺在那邊有天竺 沒有啦 再來問哪一個 再來 壁虎 壁虎王 咦? 蝸牛還不 再來 蝸牛 蝸牛 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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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魚應該比誰 不是啊 蝸魚很... 蝸魚 蝸魚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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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魚是最下面的 蝸魚跟蝸魚應該差不多 蝸魚跟蝸魚應該差不多 蝸魚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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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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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魚在哪 蝸魚在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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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魚在蝸魚在蝸魚 咦?什麼聲音? 猴子在說對 為什麼猴子最聰明? 他演話 是... 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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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狗是智能障礙 智能障礙 智能障礙 狗聽得懂人 從高的到低那麼厲害 高的到低很高 沒有狗 好像比較聰明 因為牠... 牠聽得懂人 講的話,牠說坐下會坐下 可是貓不會坐下 貓是不想靈異 對啊 牠不想靈異 可是牠貓好像... 牠是貓家 對啊 從這個演化 其實有幾個指標 第一個是牠都複不複雜 牠裡面體面結構複不複雜 所以 猴子跟狗跟貓算複雜 不知道 不知道沒有啟開過 那如果從外觀開起來呢 應該是吧 應該是比較複雜 吳公複雜 吳公複雜 他牠這個不是阿 吳公複雜 能起來??? 你頭髮也很多 però比牠那個素量多少 那頭髮比牠更多 他毛的話,所以... 他毛應該沒很多 對不對 你看他身上可以控制他的處區 腳 身體 你可以控制眼睛的眉毛 可以控制臉的肌肉 對不對 可以控制手的動作 角度 是不是可以控制東西很多的 好 那 Choy 呢 為什麼 Choy 最低的 因為他只會跑 因為他只有心臟還有心臟 而且你看看他整個抓出來 秋雲我們都知道眼睛在哪裡 沒有眼睛 你還看不到眼睛在哪裡 他沒有說畫出眼睛嗎 他沒有眼睛 他沒有眼睛 只是一條線 還一條線 所以秋雲就是最低等的 那闊羽跟蝸牛比起來 為什麼闊羽比較低等一點點 因為蝸牛有靈 蝸牛有靈 蝸虎咧 蝸虎為什麼比蝸牛高等 因為他會卡牆 因為他的腿包會這樣 因為他手 他有四隻腳 他可以分 他已經分化了我們 手腳 猴子有手啊 手也分是他四隻腳 不分啊 那這樣的話蝸牛就更低態 蝸牛腳很多 但是他沒笑 他只有一個動作 他不像我們還可以分 畫成手腳的蝸牛這樣 你還可以跳舞 馬路跟蝸牛很像 馬路跟蝸牛很像 好 這樣我為什麼覺得 帳門蝸牛高等一點 會跳 帳門會跳 腳 會跳 可以做不同動作 沒有 可是瓜姐跟蝸牛 跟蝸牛都不會跳 對啊 為什麼是個體驗構造 但他體驗構造是比較複雜 闊羽跟蝸牛 你們分的還蠻 蠻正確的 因為瓜哥太有可 他的高度比較高 就照我們來講的話 照我們他的身體結構就很簡單 你看這邊有個說法 在課本上 79頁 差不多吧 不一樣 差不多 他基本上他就是 他跟蝦子也很像 他裡面的循環 不像我們有全身肉的血管 他中間就有個輸動管 他身體呢 有個輸動管 然後這個血液可能是這樣循環的 這邊可能吸進去噴出來 吸進去出來 吸進去出來 就這樣循環 所以他身體的結構是這樣循環 他沒有所謂在吸噴中 像我的話 從心臟 那 分一個血管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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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到全身上下各地 所以你知道每個細胞 都已經跟血管接在一起 碰在一起 因為血管才把它養肌跟養分給那個細胞 細胞才把背後給那個血管 再送回來 所以全身上下到這邊血管 但是昆蟲啊 像這些 這個動物 揪影 甲蟲 超高的 他沒有看出血管 沒有 他血管基本上是沒有的 但是這些動物是可以有血管的 那你看這個分化就很清楚 他分化的很複雜 還是分化的不複雜 我們不然用這個來決定是高的或低等 那狗跟貓 一定是低 retr st 狗跟貓 斌更複雜 誰比較複雜 誰比較複雜 謊 狗跟砸子 別的 Lö weekend 我覺得差不多啦 發狂的媽 比較複雜的話 我覺得貓可能更緊張一點 那我比妳成名 我會覺得這個應該是擺過來 比妳這麼蠟обы 好 好,那我來看一下人的心臟,動物體內的運輸 動物體內的運輸很複雜,包含有需要運輸的部分有水分 血液就是一種運輸水分的養分的結構,器官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心臟的結構 你翻錯我一點點就變魔 所以,我發現哪個東西可以跟別的狗和貓的一起穿 怎麼說? 因為狗太不能每次自然說什麼看就做什麼 然後到最後,坐下握手,趴下,好,沒有點心,掰掰 然後之後才說,進來,為什麼要趴下,趴下要滾 啊,不用點心,掰掰 啊,不會聽 只要很久之後才會聽 而且雜通狗不一圖寶 不是雜通狗不一圖寶 雜通狗不一圖寶 雜通狗不一圖寶 我們看心臟有七、九月,心臟有心臟的結構 你們是雜通狗不一圖寶 你們是八十月,心臟有圖寶 我簡單畫一下 那一圖寶 是一圖寶 是一圖寶 好嗎? 我想說的是一圖寶 沒有,是家裡的傾向 正在大陸寶 天吶 是似人? 那是一圖寶 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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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奕 他們兩個好噁心喔 他抓著我呢 衣服 還是看起來很像 好,課本上說這個地方叫什麼 叫做 左心房 左心房 好,左心房 右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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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半模 半模是這個 什麼 什麼是半模 那個 半模很重要 那個 調節血量輸出的 調節血量輸出的 什麼是半模 半模幹嘛用的 這是半模 這是半模 半模 半模 這是半模 半模是幹嘛用的 幫助血液逆流 對 這是半模 刮 刮 刮 它長這樣 所以血呢 從過去的時候 對家人大 就是 脹開了 血就過去了 用力的時候 血過不來 卡住了 對啊 所以血就從另外洞出去了 好 你可以看到 你看 當心房跳動的時候 我這邊 左心是擠壓的時候 血會往哪邊流 往左心是 對 對 左心是 欸 怎麼啦 我這個 右心是 右心是 一擠的時候 一擠的時候 血會往哪邊流 右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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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心 哪個動脈 哪個動脈 會往非動脈流 你看 這邊擠的時候 都關起來了 過不去啊 所以他就往這邊擠 一擠壓都能血 都往那邊流 那邊關不起來 哪邊關不起來 那邊關不起來 那是 課本上畫的沒有那麼清楚 他會關起來 他會關起來之後呢 他就會血就往背後外流 好 從這道理 左心是如果一擠的話 血會往哪邊流 左心是一擠的話 就往 這邊看不見 這邊 這邊擠一看這個角落 擠一看這個角落 擠一看這個角落 這邊有主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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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這個地方流進去 他會擠的話 他沒辦法 他有主心房 因為左心房會關起來 所以擠壓的時候 他會從他的主動脈出去 好 那他送胎的時候 左心是跟右心送胎的時候 血會怎麼流 血會從哪邊流 血會從哪邊流 送胎的時候從哪邊流 哪邊走開 就往上往上 我這邊 我這邊左心送胎的時候 血會怎麼流 下大氣 往下流 從哪邊往下流 從右心房 往右心室 然後再流到 從左心房 從左心房 你流到左心室 從右心房 流到右心室 對不對 所以 鬆開的時候 鬆開的時候 有沒有壓力 沒有 壓力比較小 可以到擠壓的時候 這關起來了 我壓力很大 我血就流到動脈去了 一個是被動脈 一個是主動脈 好 那所以 這邊有沒有解釋 心房比心室 薄 有沒有看到 心房跟心室的肌肉 肌肉比起來誰比較厚 心室 為什麼心室比較厚 因為他會有壓力 會有衝擊 會有血力 你在說什麼嗎 我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我在說到心室擠壓的時候 為什麼心室的肉體要厚 因為他會有血的衝擊 很大力嗎 還蠻大力的 你這樣動脈就斷掉 你這樣動脈就斷掉 那血大概有三幾兩公尺高 你這樣動脈 如果這樣動脈 你這樣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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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都不上去 那血壓力很高 那血壓力很高 雖然那個心房 心房的不用很厚 因為心房慢慢給我血的時候 都張開的時候 血風流出來 所以壓力比較大 比如那種 一擠壓的時候 我需要壓力很大的時候 這邊都關起來了 這邊是關起來 這邊也沒有壓力 這邊關起來血是擠到動脈去 對不對 血是擠到動脈 所以很大壓力是這個樣子 所以有時候 假裝吃太多的肉 膽固醇太多 會有累積 累積膽固醇 膽固醇太多了 你的中間的動脈越來越小 它卡住了 那後來又怎麼樣 擠不出去 心肌很帥 這樣還沒到心肌很帥 這樣還沒到心肌很帥 洗不出去 一個心肌是什麼 一個是缺癌 你跑步會沒有力 會覺得很容易累 因為你身體 因為你身體的細胞都缺癢 它氧氣流的不夠多 它血液不夠 流的不夠快 那另外專門就是 你的心臟會很累 你心臟要很大的力氣 這樣都會血急進去 心臟會累 那心臟累 心臟久了久之 就容易裂痕 就爆開 那心臟就可能爆開 那第二個可能性呢 心寶 這瓣膜 本來都是可以擋得住了 反正你就被壓力越來擋不住了 因為你是壓力越來越大 擋不住了 高血壓你知道嗎 因為它擠不出去 希望它更大的壓力會進去 反正就是你快死了 壓力就越來越大 沒有打快死 它就會壓力越來越大 你就會變高血壓 高血壓第一個狀態 有可能是會把瓣膜給弄壞 瓣膜被弄壞 瓣膜本來是這樣子 這瓣膜他自己卡住了 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血能往另外一邊流 可是這樣一來一來 卡不住了 那怎麼辦 血就會 血就來回跑了 你這個收縮 血擠過去 張開 血跑得出來 請問這個肥脳膜會不會有血 主動膜會不會有血 就不會有血了 所以半補破掉了 你的心臟也開始就變成瓣膜 可以換半補 現在手術可以換半補 現在手術可以換半補 那我心臟切開 對 他現在可以換半補 用豬的或用牛的就可以 豬 豬的半補或牛的半補 為什麼要換到豬的 沒有人工的 人工呢 沒有 3T 目前還沒有牽手 有換心臟 真的不可以心臟換掉 也有 換誰是這樣 就腦死他 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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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肯車 或腦受到狀態 然後已經死掉了 那身體的習慣還好 他就給用 停過 好像有一個警察 就是去一個女伴 然後就發現一個腦死的女生 然後第一次 那時候還聽到他 然後聽到他心跳 然後就走開 然後把東西放進去院子 因為心臟可以用的話 心臟 送去醫院他會檢查你的血型 什麼的會不會有匹配 那現在很多人都要等在心臟 等在心臟移植 心臟移植 為什麼他的微血管那麼多 我們的微血管那麼多 他的微血管那麼多 他是像 他是 這不是很重要的 沒有 好 我直接就是微血管 然後呢 我們的肺動脈 跟我們的肚動脈 跟我們的肚動脈 他是送到哪裡去啊 哈囉 肺動脈 我們左 右心室 右心室一起把血擠到肺動脈 叫肺動脈的血擠到哪去 肺 擠到肺嗎 對 他送到肺 然後肺呢 進來你知道 肺每個都有些肺炮 肺炮呢 這進來的血 他就跟肺炮外面的空氣都交換 送回去 海洋的血喔 送回哪裡 送回 送回 左心室 他會進回來 你看 第 這邊是哪個肺筋嗎 動脈跟底脈 第八成縱 對 從肺肌脈衝回來 肺肌脈的血就會從左心膀回來 那問一下 近期的血 比較多氧氣 還是出來的血比較多氧氣 出來的血比較多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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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出來的血比較紅色 鮮紅色 鮮紅色 好 近期的血是什麼顏色 黑色 有一點氧氣 暗紅色 啊 黑色 暗紅色 近脈的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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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暗 近脈看哪個近脈 近脈 如果背近脈 事實上背近脈的血跟背動脈的血 你基本上看不到 你身體流的血都是近脈跟動脈的血 但是你背 因為背在這裡 這邊有肋骨保護啊 所以基本上你出來可能 我想看你背近脈的血 就是最後一刀 因為背部的血是比較 他是比較被保護的 我們人的胸腔肋骨啊 保護了兩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器官 一個是心臟 一個是背 這兩個被保護起來 好 然後呢 進來左心房之後呢 他就送到左心室 左心室要送哪裡 那個是主動脈 那主動脈 那主動脈送去哪裡 那個 那個 主動脈 主動脈就要送去全身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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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四肢 對不對 送到四肢去 48 他還送過去 全身 還有長跪 都是從左心室送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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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兩邊都有被動脈 賣一遍 裡面都有耶 兩邊 兩邊都有賣被動脈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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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肥有兩片 肥有兩片 你看 這兩邊管子接這裡 這兩個洞 有沒有 這兩個管子接這兩個洞 兩個肺啊 我們有兩個肺啊 你要送到兩邊去啊 我們的肺是從兩邊 所以他會從那個 從那個 拉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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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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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分兩邊出去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請教 主動脈寫出來了 這時候還有氧氣 對不對 沒有氧氣 沒有氧氣 他手指主動脈寫出來了 是從左心房過來 左心房是從肺過來的 所以有很多氧氣 是氧氣比較多對不對 所以你們這個猜 你看像我們現在 你看他的血管 他有時候做靜脈註射 人的身體通常你的動脈會比較深 靜脈會比較浮面 為什麼 因為要使瘦到比較多的地方 什麼 要使瘦到比較多的地方 靜脈跟動脈都一樣做 因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人很聰明 人的身體在演化過人很聰明 整個身體很聰明 為什麼你的氣脈會比較表面 動脈會比較深 因為要得到比較多一點點的氧氣 因為動脈會比較深 因為比較靠近外面 在假面 然後為什麼要在裡面 因為如果這樣打到的話會 噴得很快 OK 所以他比較不容易死掉 我不用不小心割到 我會割到靜脈 靜脈血流的很慢 對不對 不會噴血 不會噴得很快 所以基本上你受傷 如果你的傷是傷到動脈 很快血就流完了 所以不會 很容易失血過多死掉 那如果是傷到靜脈的話 還好 它可以稍微久一點 動脈比較深 講這個整個手的話 這手的骨頭 骨頭的話 動脈可能在裡面 接下來是表面才靜脈 靜脈會比較靠近你的皮膚表面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手 你現在看到有一條就是手 有沒有 像抱筋 表面在抱筋 這都是靜脈 這都是靜脈 對 表面都是靜脈 你的動脈會比較深 動脈比較深 像大腿來講的話也是 靜脈會在外側 動脈會在內側 動脈會在裡面 靜脈會在外面 對 所以像有時候 像有些人會 靜脈曲張 它這邊會比較有一條一條的血管 綠色的 那都是靜脈 靜脈 好 所以 我們的主動脈送不去是乾淨的血 它含有很多氧氣 對不對 送了重脈去之後 它從全身收集了 比較沒有氧氣的血 二氧化的比較多的血 再送回來 對 送回哪裡 送回哪裡 左心室 右心室 左心房 送回右心房 送回右心房 最後 就匯集 匯集 匯集 匯集要送回右心房 送到右心房之後 再送到左心 右心室 那右心室 要送去哪裡 被動脈 要送去被動脈 什麼上大金脈 什麼上大金脈 上大金脈 下大金脈 就是我們的頭以下的 很熱的 很熱的 事實上 人的氧氣 人的養分 人吃的東西 養分裡面 大概有 可能大概30%都供給腦袋 所以腦袋是非常好氧 非常好 耗能的一個器官 所以不要用我 因為他要思考 思考去腦袋 我要吃 動脈 然後 然後 你的腦袋 所以腦袋只要缺氧 譬如我今天 可能因為休克 心臟不會跳 我心臟不會跳 最擔心什麼 缺氧 所以為什麼這只要心外面複数 心外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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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外複数就是我們壓他的心臟 所以 你要你想 為什麼壓 血衣就會朝一個方向去 哦 壓 壓的時候 血會往裡面跑 血會往動脈跑 對不對 往主動脈跟肺動脈跑 放開的時候 血會怎麼跑 血會從心房回來 從心房回到心臟 對不對 所以壓 送到動脈 放開 從心房回來 從靜脈收回來 沒有 所以壓 不斷的壓 壓的時候心臟會衝動 會衝動 就模擬那個跳動 這時候就可以勉強 讓你的血液繼續循環 讓你的腦袋不會缺氧 所以心外複数數很重要是 要讓腦袋不會缺氧 複数 複数 複数啊 就讓你醒過來 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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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好像有雙胞胎伸出來 這樣有點 是這樣子嗎 你到底是在寫什麼 寬生 寫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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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先講這句話 對不對 沒關係 沒關係我再查幾點 欸我好厲害 好 OK 所以 這是我們動物物體內的血液的運輸 大概是這樣子 在血液裡面呢 主要還有那個紅寫頭 白寫頭還有洗胶板 寫紅術之類的東西 什麼八 8458 對 寫燈幫助你零解 幫助你零固 所以有些人如果說他洗腰板缺乏的話 或是寫燈發源不淺的話 他也寫水 他會寫油紙 好 好 所以在我們的 你的血液行為裡面有時候你可以看 你去摸你的血管 有沒有了 你去摸你的像我們的太陽瀉的地方 好東西耶 摸你太陽瀉的地方 會摸你脖子這邊 因為感覺沒有跳動 摸你手這邊就有跳動 心臟摸好像比較難摸的 你也太快會摸 有啊 哪有比較容易吧 這裡有耶 很容易啊 有啊 真的有 你隔得那麼厚 是我太胖了嗎 這也容易摸 我覺得脖子跟那個比較容易摸 你怎麼了 我覺得脖子也不到手 好 心臟有時候摸 手都摸得到 手一定摸得到 那手你要知道壓點力氣會摸得到手 我覺得脖子跟脖子 脖子不好摸 脖子比較好摸 脖子在這裡 哪有 脖子我都摸不到 這裡這裡這裡 在這個位置 在你氣管的旁邊 脖子有 沒有 有嗎 不要氣管 好可怕 沒有嗎 你有摸到 你有摸到 有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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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摸到今天摸 下課了 有摸到 你趕快到了 你趕快到了 當然 你趕快到了 你趕快到 那你去 你去 自己去